梦幻华丽的圣诞树亮起 宣告冬季圣诞季即将来临 每到圣诞节 日本东京迪士尼挤满旅客 而规划要去日本旅游的台人 现在换汇就是最佳时机 日本汇率11月1号出现新低 对新台币来到0.2179 是一年来最甜汇价 日元持续走扁 对于各国游客来说都是好消息 这代表现在用10万新台币 可以换到45.89万日元 相较于五月糕点 足足多换到2.8万日元 相当于省下冲绳来回机票 如果用台人爱的 一碗980日元的一篮拉面来算 就能多吃28碗 不过日币跌不停 可是让日本官员相当头痛 因为对外国的购买力也相对下降 根据财经网站 以各国GDP和购买力评价计算 发布的全世界最富裕20国排行 日本竟然也没入榜 而新加坡则已超过15万美元夺冠 紧接载后的是卢森堡 卡达 台湾则排在第12名 比不少欧洲国家更富有 因此也能看出欧洲各国经济衰退 所得减少 以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来说 在排行榜上位居17属于后段班 德国政府最新公布 第三季GDP比上一季衰退0.1% 主要受到制造业在中国的需求萎缩 能源价格高昂和高利率影响 尽管德国10月通膨数据 从9月的4.3%下降至3% 但短期内经济困境 恐怕还是难以好转 东智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